今天,我发现主人和往常不太一样,他居然 打完电话后,才和我吐槽 儿子,我破产了,钱全没了,咱们可能得去要饭了 傻了 破产,要饭,那我豪车,房子,不是全享受不到了 不行不行,看来我得拿出积攒数年的私房钱,闯一闯了 几天后,我开了一家猫猫影院,当然,别问我为什么开个影院 因为它最便宜最简单了,只需要一个投影仪就能赚钱 几天过去,果然便宜没好货,一个看电影的都没有 挨烦死了,再没人来就得去要饭 不行,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哦,有了,咱可以去民怨场吹嘘一波啊 在民怨们吃饭时,我有意无意地给他们透露着影院的事 哎,你们知道吗,我最近开了个店 好多网红都会打卡的猫猫影院,你们去我给打八折 真的吗,帅哥多吗 那可多了 我吃完就去,我也去,我也去 隔天影院爆火,来了很多只猫咪 我宣扬了开影院的原因,大家也没有怪罪我骗他们 站在影院前,看着自己赚的钱,感觉到很开心 终于不用去要饭了,就这样,跟着主人一起旅游 享受美好时光去了 拜拜